节假前夕 北京的交通已经开始堵车 地铁 高铁可以看到拖着行李的朋友 家庭 情侣 他们有些人已脱下口罩 难言脸上的兴奋之情前来北京旅游 过去三年 中国严格清零的抗议政策 如今看来已恍如隔世 今年五一假期 民众出游需求大增 可能更甚今年的春节假期 中央社记者在五一期间 实地走访北京多个热门景点 感受睽違已久的热闹气息 假期期间 北京天安门广场 故宫博物院 南罗古巷 烟袋斜街 古楼 石岔海等地满是人潮 穿梭其中摩肩擦肿 游客在网红名店前排起长长人笼 在人潮中吃起小吃 在纪念品店挑选纪念品 也有游客在故宫换上古装 感受节假气息 餐厅内也可以看到许多人 一家子或三代同堂用餐的景象 北京的热门景点如巴达岭长城 故宫等 五一期间门票 在假期首天已售庆 根据北京官方此前预测 五一预计接待游客885万人次 当中外地来北京的游客 约385万人次 市民在北京旅游 约500万人次 中央社记者吕家荣北京报导 310万人 theme 足处 充区 8万人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